上集说道 前一天众人还在举办迎新会 隔天特一刻就遭到袭击 很多人在这次的事件中牺牲 活下来的眼镜男也递上了词诚 与此同时 上集决定和并特一刻 并交由马骑马坐镇指挥 早川从医院醒来 他捡起一旁的刀 问诅咒恶魔自己还剩几年寿命 恶魔则告诉他还有两年 面对伙伴的牺牲 他内心感到惆怅 本想抽根烟消愁 却想起叫他抽烟的鸡野前辈 烟野从手中掉下 早川不禁哭了起来 而电刺就站在门外 本想来拿捞下的漫画 现在让他有些尴尬 毕竟他的搭档姬也都死了 这时电刺察觉自己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明明姬也是第一个和自己当朋友的人 波奇塔死掉的事他有难受过 如果换成帕瓦和早川八成也不会难过 至于马骑马死了应该会难熬个三天吧 毕竟他只要能吃饱睡觉 就足够快乐了 自己不只是心脏没了 或许连人心也随着那天逝去了 他决定不去想这些负面的事 随后和帕瓦一起去见马骑马 两人前脚刚走 天童和黑带就来找早川 结果撞见他在哭 说他们是受马骑马所托 从京都过来指导早川 与此同时 马骑马带他们来到一处墓园 从永恒恶魔到这次的世界 电刺已经被敌人锁定了 决定让一位资深的恶魔猎人当他们的老师 男人名叫暗鞭 先是问伙伴死了有什么想法 但这两个没血没泪的却没啥想法 岸边马上给了满分 他太满意眼前的两人 并让马骑马回去 马上就要指导他们 他上前抱住了两人 对他们自我介绍起来 下一刻就折断了他们的脖子 指出他们和人类的身体构造相同 但和人类不同的地方是 喝了血就能复原 要训练他们这样的恶魔 还是史无前例 他自称是最强的恶魔猎人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两人打倒自己 训练再次开始 帕瓦将血化作的锤子丢给了电刺 下一刻电刺冲上去 却被岸边使用小刀制服 就在这时 帕瓦从身后袭击 岸边随即转身 就是致命的一刀 他提到自己从小力气就很大 经常把玩具给弄坏 所以他一直想要玩不坏的玩具 电刺和帕瓦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玩具 至于早川这边 由于上次胡乱召唤狐狸恶魔 导致狐狸不会再听他的话了 是天同和黑赖 是来协助他规划枝丫发展的 要么辞职回归民间享受余生 要么继续待在公安 让他和其他更强的恶魔立下契约 魏特一刻做出贡献 早川心仇旧恨都还没了结 他有什么理由能够辞职呢 两人明白后打算先行告辞 明天会再带早川去签订新的恶魔 两人走后 姬野的妹妹来探望他 这让早川感到无比震惊 妹妹拿出姬野寄给自己的信给了早川 一打开书信 字里行间都是跟早川有关的事情 这让他白胆焦急 另一边的电刺级帕瓦 他们被岸边干掉了二十几次以上 由于时间也已经不早 岸边表示明天会去他们家 说完便离开了 而电刺的脑子已经故障 眼看明天又要来一次地狱般的训练 竟敢把他们当作玩具对待 电刺越想就越不爽 此时帕瓦想到一个点子 既然那老头是个放弃思考的酒鬼 那他们只要拿出头脑硬战不就得了 隔天 岸边来到他们的住所 殊不知这次他成为两人的玩具 当他准备开门的那一刹那 血脂长毛从门口穿过 岸边及时躲开 但是攻势并未结束 楼上的长毛往下刺穿了天花板 但也没有让岸边受到伤害 这时电刺从身后跳出 出手的那一瞬间 岸边转身就是一个飞踢 电刺被打倒在地 而门内的帕瓦因为用血过度 早已凭血晕倒在地 不过岸边觉得这次表现不错 今天就提早放过他们了 正当电刺以为结束的时候 一个小刀硬生生插在他的头上 岸边却说 野兽可不要随便相信猎人的话 与此同时 天童和黑赖 带早川来到关押恶魔的监狱 他们走到一个牢房前 要让早川和里面的未来恶魔立下契约 但在这之前 未来恶魔要他先把头钻进自己的肚子 等他看完早川的未来 再决定要开什么样的契约内容 看着里面那虚无又空洞的大眼珠子 早川不禁冒起了冷汗 未来恶魔看完后哈哈大笑 只要让他住进早川的右眼 契约就成立了 因为他将会以最惨的方式死去 但是早川对于自己的死法并不感兴趣 只要让他报仇 之后怎样都无所谓 另一边 电刺和帕瓦的训练有了不错的成效 岸边评估后 觉得他们以后一周训练一次即可 并说起明天特意四克将会全员出动 要去逮捕刀魔和蛇女 万一失败的话 两人就必须接受处分 晚上岸边去找马奇马 岸边对于电刺和帕瓦 已经产生了感情 本以为自己不会对玩具感到内疚 还提到这次特意课的遇袭 马奇马明明知情 却坐视不管 但是只要马奇马跟人类站在同一阵线 他就会姑且放过马奇马 而刀魔和蛇女也做好了准备 那就是身处底下的丧尸军团 而另一边 马奇马找上了某个黑帮组织 原来他的手下 也有参与这次的枪击事件 表示自己愿意配合调查 还抖出了蛇女的消息 他拐骗组里的人跟枪之恶魔立下契约 马奇马想知道参与的所有名单 但老大不愿意透露其他帮派的人 要是被别的帮派知道 势必会打起来 马奇马好像早就料到他的回答 并从底下拿出了一个纸袋 他以为里面是钱 结果竟然是 在场所有人家数的眼睛 马奇马表示只要他愿意配合 他就把大家的眼睛装回去 众人吓得大惊失色 而有一个小弟气得想对马奇马动手 怎料下一刻 就流出鼻血跪倒在地 与此同时 公安已经将刀魔等人藏匿的大楼包围住 而内部则是由斯克镇压 电刺和帕瓦受过了特训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大杀特杀 而特异斯克几乎不是正常人 首先是鲨鱼魔人 能够自由穿梭于任何场所 另一个则是暴力魔人 即使成为魔人也是非常强悍 必须随时佩戴防毒面具来压制力量 再来是蜘蛛恶魔 平时就像个人类 尽管对人类比较友善 一发飙的时候还是会杀人 天使恶魔则是个特别的恶魔 虽然对人类没有恶意 但是一碰到他 寿命就会被吸走 面对人山人海的丧尸 在这些恶魔面前根本挥洒自如 不过却没有看到刀魔和蛇女的身影 早川决定和电刺等人分头去找 早川先是来到了四楼 这时从房门中窜出四名敌人 战斗还没开始 四人鼻孔出血 纷纷倒在地上 而这一切都是马起马的所作所为 没有了阻碍 早川很快便找到了蛇女 蛇女让蛇之恶魔吐出幽灵恶魔 准备除掉眼前的早川 随后无数只双手朝着早川冲去 早川利用未来恶魔的力量 预知了幽灵恶魔的每个动作 但即便如此 也只是看得到而已 他挡不住幽灵的攻势 被幽灵给抓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早川想起鸡也给他第一根烟的时候 当他听见早川未成年 鸡也又收了回去 要等他变成大人再给他 等早川回过神时 他已经跪在地上 幽灵恶魔伸出了手 递出了那根香烟 而香烟上写着轻松复仇 于是早川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想起鸡也说过的话 幽灵恶魔没有眼睛 是凭着对方心里的恐惧做出攻击 早川走到了幽灵恶魔的头上 随后砍下了他的头 早川问小红怎么还留在公安 小红无奈地表示 因为要发奖金了 另一头的电刺和帕瓦来到了七楼 这里挤满了丧尸 电刺打算安静地离开楼层 怎没想到帕瓦突然大吼 并冲出去疯狂砍杀丧尸 而电刺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直到电梯关上门 电梯来到了13楼 刀魔以及他的手下就站在眼前 电刺手握在钩环上处于备战状态 但刀魔却想要和他谈谈 他也不想把事情闹打 只希望他能为杀了自己爷爷 以及帮派的事情赎罪 但电刺表示 室内群人变成了丧尸 自己才会解决掉的 但刀魔压根不幸 就算真是如此 丧尸生前也是人类 杀死他们都不觉得良心不安吗 他被蛇女改造成了刀之恶魔 杀了那些丧尸也会让他有罪恶感 但是电刺却一脸关我啥事 他们彻底撕破脸 变身后的两人撞破了大楼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刀魔将电刺逼到了大楼的周围 随后电刺跌落在列车上方 他感受到电刺的身手利落了不少 他们直接在列车上开打 还打进了车厢中 乘客们四处逃窜 这时列车突然来了个刹车 电刺一个重心不稳 让刀魔抓住了机会 将他打到了另外一节车厢 这时电刺注意到旁边有个跌倒的女人 电刺为了护住女人造成左手被斩断 刀魔又再度使出相同的招式将他的右手砍掉 认为他已经无法战斗 但是电刺却表示还能再战 他头上可是还有一个电锯 双方冲上去的那一刹那 头上的电锯也随之碎裂 刀魔觉得自己赢了 但其实这是电刺所设下的圈套 紧接着刀魔便被一分为二 原来电刺的脚也能够找出电锯 野兽怎能随便相信猎人的话 等刀魔再次清醒时 已经是人类的形态 拔掉他双手的刀后 身体就合而为一了 在警察要带走刀魔之前 因为他杀了鸡眼 世界上就少了一位美女 所以电刺打算举办一个大赛 就在这时早川走了过来 问他要不要加入游戏 玩法就是踢他的蛋蛋 看谁让他叫得最惨谁就赢了 早川觉得电刺的提议很幼稚 但是当他看向手中的香烟 决定参加这场比赛 可怜的刀魔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这便是献给基野的安魂曲 星四课的讨伐任务也顺利落幕 马奇马正向高层报告 蛇女原本的身份是民间的恶魔猎人 她与枪支恶魔签订契约 条件是得到电锯恶魔的心脏 他们本想要问出原因 但蛇女却自杀了 公安也在这次事件回收了一部分的肉片 跟原本的肉片融合之后 终于朝着本体开始移动了 至于早川等人去超市买食材 回去后开了庆功宴 吃饱喝足的电刺和帕瓦舒服地躺在地上 而早川来到了阳台 拿出基业给他的烟 他定眼一看随后抽了起来 另一边电刺梦到经常做的梦 走廊上的镜头有着一扇门 他从门后听到了波奇塔的声音 电刺开心地想要开门摸摸塔 但是波奇塔却让他千万不要开门 那么电剧人第一季就到这里结束了 关注我掌握更多精彩故事 我们下期见